悬疑剧,执念如影,以城风华车祸以点为主线,以多起凶案为副线,层层推进剧情,让人欲罢不能。 走的还是白夜追凶的路数,但是在角色的人物设定上,赋予了更多的元素。 支队长洛松是外表理工与内理文艺的结合体,工作时善于分析判断,能从点滴线索中抽丝剥茧般地找到案件的突破口。 生活中有时一枚大暖男,对同事,对朋友都能体贴入微,完全摒弃了以往影视作品中,不是故作高深,铁血冷面或放荡不羁,激情四射的刑警形象。 能让观众感觉一种扑面而来的烟火气,人物一下子就丰满立体了。 而且,这样一个有着文艺内理的执法者,如果不能与剧中的钢琴教师,纯文艺范儿的袁瑞彤产生交集,进而发生故事,仿佛有点说不过去。 钢琴教师袁瑞彤的出现,绝不是在剧里打打酱油或承担花瓶的作用,更不是与洛松组CP那样单一的角色。 从剧情来看,袁瑞彤始终处于偏离主线的位置,与主要剧情貌似没有紧密的关联。 这只是编剧给观众制造的一个错觉,其实袁瑞彤看似不在又无处不在,他是该剧最隐秘的一条暗线,一直若即若离地随着主线交替前进。 袁瑞彤是剧中最矛盾的角色,童年的心理创伤给他造成了重大的阴影,这个最隐秘的伤痛一直伴随着他成长,逐渐养成了分裂性的人格。 他渴望被爱,又害怕被爱,他害怕孤独,又喜欢独处,他内心如火一样炙热,外表又异常地冷静,平静如水,波澜不惊。 在危急关头,自从他被洛松解救后,就对洛松暗生情愫。 他找各种借口接近洛松,可又始终不敢过于靠近,一直处在感情的拉扯之中,忽远忽近的感情让他饱受折磨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他童年的阴影逐渐放大,心里的那个鬼又放了出来,他想报复男人,通过极端的行为来获得与洛松爱下去的勇气。 于是在后来的剧情中,囚州市发生了精英男士被虐死系列案件。 在案件侦破过程中,多个线索都指向了袁瑞彤,可是他又都有不在场的证据,而且他都与洛松在一起,让案件陷入了扑朔迷离当中。 而且在工作中,洛松发现了袁瑞彤的另一个身份,他竟然是车祸中丧生的程丰华的私生女,也就是程云浩同父异母的姐姐。 在一次偶然中,费政窥视到了程丰华与袁瑞彤之间的特殊关系,进而以曝光隐私来威胁程丰华为其犯罪大开方便之门。 为了保住职位和家庭,程丰华被迫当了费政的帮凶,一方面指挥洛松等人严厉打击本高的其他制贩毒团伙,另一方面通知费政界警队工作重心偏移之机,进行交易。 在后来的一次行动中,程丰华借机伪造了费政自枪的现场,将其灭口,岂不知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,有一只黑手一直在暗中操纵着这一切,制造车祸将程丰华除掉,掐断了所有线索。 程丰华的死,再一次激起了袁瑞同对男人的恨,他一方面巧射机关,报复了一个又一个贪心的男人,另一方面又想通过与洛松的接触,查清父亲的真正死因。 可是当程丰华案件真相大白之时,袁瑞同也被心爱之人洛松认定为命案凶手,还是误了轻轻性命。